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节,战略控制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好点,就是战略控制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首先涉及到战略时效 我们说什么是战略时效呢 所谓战略时效,就是战略实施的结果呢 偏离了原定的目标 或者是战略管理的理想状态 就称之就是战略时效 那么在这个考点当中呢,同学们要注意 关于战略时效的原因 那么这个问题呢,建议大家呢,把它做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就在当中列举了 关于企业战略时效的六个方面的原因 这个我建议大家呢,要掌握 又和案例呢,对接起来这些案例分析 我们说战略时效的原因 有外部原因,有内部原因 有主观上的原因,有客观上的原因 那么我们这里讲的六条原因呢 主要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来讲的 那么我们说,从内部角度来讲 主要是涉及到前五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企业内部呢,缺乏一种有效的沟通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往往呢,在刚开始呢,推出一个新战略的时候 由于在企业内部呢,缺乏一种有效的交流和沟通 因此呢,在企业内部呢,没有达成一种战略共识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导致战略时效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在战略时事过程当中 由于各种信息的传递和反馈受阻 带来的战略时效 就是说,在战略时事过程当中 这个信息啊,我们说包括内部信息 也包括外部信息 在各个部门之间 以及与外部利益下关者之间 我们说可能的传递 沟通过程当中 而反馈过程当中受阻 也容易导致战略时效 第三个原因 是战略时事呢,所需要的 这个资源能力条件 与企业现有的现实的资源条件 出现了比较大的缺口 而这个缺口呢 如果不能够及时得到弥补的话 也容易导致战略时效 第四个方面原因 就在于企业用人不到 主管人员,作业人员不称职 或者是完活之首 这是来源于员工的这种 职业道德,职业素养方面 所带来的战略时效 第五个是企业的管理者 或者是战略的决策者 决策的失误 也就是战略本身呢 就从这严重的缺陷 所带来的战略时效 所以我们说前五个原因 主要是围绕企业的内部 那么第六个原因呢 是基于企业的外部 就当企业外部环境呢 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而企业的战略呢 没有根据环境的变化 即使做成变革和调整 所以呢 使得战略不适应环境 也容易导致战略时效 这是关于战略时效的 六个方面的原因 要求大家掌握 下一点 就关于战略时效的类型 这个战略时效类型呢 包括走期时效 晚期时效和偶然时效 那么主要是要求大家 掌握这三种战略时效的 含义的 我们说按照世界的推进 战略时效能分为 这么三种情形 那么我们说 如果建立一个 这叫坐标系的话 比如恒舟呢 代表什么 代表时间 舟舟呢 代表时效的频率 时效的频率 那么我们说 随着世界的推移呢 战略时效的 这个频率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大概其像这样一个图形 大家看一下 我们也把它称作 就玉盘理论 也就玉盘曲线 像一个玉盘 比如说像洗酒盘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 这战略高高 开始实施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实效率 是比较高的 那么随着世界的推进 在这个时段呢 我们说战略实效的频率 就比较低了 然后又随着世界的推移 我们说 这个实效频率又得增加 那么这就是说 早期实效的实效率 和晚期实效的实效率 是比较高的 逐渐这一段 实效率比较低 逐渐这一段 我们习惯上把它称的 叫偶然实效 偶然实效 所谓早期实效 就是在高K时 实施的战略的时候呢 导致的实效就叫早期实效 刚才讲了 早期实效的实效率 是比较高的 第二个是叫晚期实效 晚期实效呢 就是在战略推进一段时间以后呢 那么实现的战略 所需要的制约条件 和其现实的制约条件呢 出现比较大的缺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也容易导致战略实效 所以这个晚期实效 往往只能是战略实施 一段时间以后 偶然实效 就是指在战略的平稳实施阶段 由于意想不到的世界 所导致的战略实效 就叫偶然实效 所以偶然实效强就是什么 强就是一流之位的世界 所引起的实效 那么相对于前两种实效来讲 偶然实效呢 我们的频率是比较低的 这是要求大家 找到三种战略实效的含义 下一边 我们请大家看经典立体 说2018年12月 修理在武汉市区 黄金位置呢 开了一家烧口店 由于创新兼业模式 小店开业不到一年 就取得了不错的兼业业绩 正在小娃准备进一步 扩大兼业规模的时候 武汉呢 一场流行性观察病毒急变息来 使得小店的兼业 泄入空间 最后不得不关闭了烧口店 根据战略实效理论 小丽这些创业没有取得成功 是属于哪一种实效呢 大家看一下 根据这个提干的描述 说导致小丽创业不成功 作为原因 是由于意下不到的 意料之外的 一场流行性观察病 病毒这个急变性来导致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效呢 应当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偶然实效 应当选择C 下一个题 甲集团以电脑软件起家 立志要做中国的蓝色巨人 但还在远远没有造成巨人的时候 就开始投资生物工程 以及房地产 由于呢 胎质太大 公司直接列条出现了断裂 最终的是公司发展陷入停动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判断 该公司战略实效的 主要原因有哪些原因 A 其内部缺乏沟通 我们说在本案例提供当中 涉及不涉及到 这方面实效原因不涉及 B 战略实施 所需要的资源条件 与现实重振的资源条件之间 出现了比较大的缺口 这个涉及不涉及呢 涉及了 涉及了 由于谈刺太大 公司之间列条 出现了断裂 这就是 这句话就是指什么呢 就是企业现有的资源条件 当然这个资源 着实指资金 与现实重振的资金之间 出现比较大的缺口 所以我们算出现了 直接列条断裂 导致 其间列条件的停动 所以涉及到这个方面的原因 谁 拥有不到 主管人员 作业人员 不称职 或者玩火指手 这个在案例当中呢 没有提及这个原因 第一 公司管理层的决策 事务 涉及不涉及 涉及 也就是从一开始 这个最高的战略决策场呢 做出了战略的时候 就是错误的 决策是错误的 一开始的时候 公司立志就做 中国的蓝色巨人 还在没有造成巨人的时候 就开始 盲目的多元化 投资商工厂了 罚地产了 结果我们这摊子铺子太大 出现了直接列条断裂 也就是说 盲目多元化 因此呢 我们说 知识属于公司 管理层的决策 事务带来的 战略时效 因此这个题 正确的选项 应当是选择B和D 第二点 战略控制 那么在这里谈到 战略控制和预算控制的差异 就说我们这里所讲的 战略控制和预算控制 有什么差异 这个建议大家呢 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在公司战略管理当中 我们说要进行战略控制 就是在战略实施过程当中 必须要进行战略控制 如果不进行战略控制的话 很容易导致战略失效 当然我们说在企业 在日潮流营过程当中 也需要控制 主要在流营过程当中 通过预算控制来控制的 否则的话我们说 这些预算控制的话 可能你的经营目标 就无法实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在战略管理当中 有这些战略控制 在日潮流营过程当中 有这些预算控制 那么这两种控制的区别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控制期间跨度不同 战略控制呢 时间跨度比较长 而预算控制呢 一般呢 涉及到期间不超过一年 月度预算 季度预算 半年度预算 年度预算 所以我们说预算控制的期间 不超过一年 第二个是控制的方法不一样 这个战略控制 往往是采取定性控制 和电量控制相结合 而预算控制呢 通常是采取定量控制 这个我们在财务管理当中 有讲到如何来比预算 我们说所谓预算 就到头于 是通过食物量指标 或者价值量指标 把企业的各种计划呢 以表格的形式体现出来 这就叫预算 别预算 所以呢 我们说预算控制 侧助于定量 第三个是控制的坐地不同 我们说战略控制 既涉及到内部 也涉及到外部 而预算控制 通常主要是维楼企业内部的 就有活动的这些控制 第一 四个不同 是纠正行为 或者就纠错行为不一样 纠正行为不一样 这个战略控制呢 通常情况下 是随时发现偏差 随时进行纠正的 而预算控制 通常情况下 是在预算期结束之后 根据你的实际数 和预算数的差异 我们要分析一下 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呢 根据它的成因 然后再进行纠正 所有预算控制的纠正啊 它往往是适合纠正的 而战略控制的偏差呢 是随时发现问题 随时纠正 这个问题 建议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下一个问题 就谈到战略性业绩计量 其中就谈到战略性业绩计量的特征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不重要 建议大家一般性的了解一下 叫什么呢 叫业绩计量 或者叫业绩评价 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 战略性业绩计量 那么这个战略性业绩计量 和我们传统的 经营业绩计量 有很大的不同 经营业绩计量 这个比如说我们在 学习财务管理的时候 我们讲到什么 讲到企业的业绩评价 主要评价的方法 是策着于 通过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 计算一些财务指标 来进行业绩评价 所以我们说这个 既然有些业绩评价 更多的依赖于会计报表 通过计算财务指标来评价 那么大家就会发现 那既然有些业绩计量 有什么特点 第一是定量化 第二是短期的 因为财务报表提供的数据 我们说不超过一年 是短期的 而且是策着于对过去的 历史绩效的一种评价 所以我们说 建议一些业绩评价 策着于定量 短期 而且策着于过去历史业绩评价 那么这里我们所讲的 战略性业绩评价 和我们传统的建议一些业绩评价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战略性业绩评价有什么特征呢 其实后边的我们就会讲到 就会讲到 平衡积分卡 我们说平衡积分卡 它既是一种战略控制的工具 也是一种写长期业绩评价的方法 长期业绩评价的方法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战略性业绩评价的方法 那么所以下边的所讲到的 战略性业绩计量特征 其实也就倒头于 是拿平衡积分卡呢 做一个代表 代表 分析战略性业绩计量 或者就长期业绩计量有什么特征 所以下边讲的四个特征呢 我建议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怎么去了解它 心目中的就是以平衡积分卡为例 平衡积分卡为例 想一想 平衡积分卡 做一种战略性业绩计量有什么特征 特别是将来我们学而平衡积分卡 回归头来 理解的四个特征就非常好理解了 以注定关注长期的事项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 可能是股东财富 也就是说作为战略性业绩计量的话 它重点关注什么呢 关注的是长期的事项 而不是短期的 而且对于大多数 业励性组织来讲 是什么 我们说就是 股东财富最大化 如何去为股东创造最大的财富 当然我们说 在股东的投资质保不变 财务的市场价值不变情况下 你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 实际上也就倒头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这是第一 第二 有助于识别战略成功的动因 也就是一个企业 是如何长期的 为股东创造价值 创造财富 这个加拿来 我们通过平衡机方卡 可以看出来 说一个企业 是如何长期为股东 创造财富 创造价值的呢 我们是从四个纬度 或者叫四个角度 一个是股东角度 也就是说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 同时呢 涉及到顾客角度 涉及到内部流程角度 也涉及到企业的学习创新角度 所以这个四个方面协同起来 就可以确保企业 可以持续的 长期的为股东创造财富创造价值 第三 通过企业提高业绩 来支持企业的学习 什么意思呢 就说企业业绩的提升啊 和一个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呢 我们是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也就是说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提高了 自然我们是有助于 为股东创造财富 也就是有助于提升你的业绩 而一个企业的业绩提升以后呢 反过来我们说 又为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的提升呢 又提供着支持 所以我们说 提升业绩来支持企业的学习 实际上跟到头二者之间 形成了两些互动 第四 提供的这种奖励基础 是基于战略性的事项 而不仅仅是某年的业绩 提供的是一些奖励基础什么 是战略性的事项 而不单单是围绕某年的业绩 像我们传统的建业业绩考核过程大中 评估过程大中 评价过程大中 你比如说 我们往往是根据某一年的业绩呢 比如我们和接应者的 新筹的直接挂钩 比如说是些年终奖 年终奖和什么 和接应业绩密切挂钩的年终奖 这个往往就是基于某一年的业绩 某一年的业绩和某一年的年终奖挂钩 所以我们说 这是属于接应业绩评价过程大中 基础 就是奖励基础 通常是和某年的业绩挂钩 而我们战略性业绩计量呢 我们说的奖励基础 往往基于战略性的事项 而不是某一年的业绩 那战略性的事项 比如说 师傅有助于提高 那个企业的市场份额 市场占有率 师傅有助于提升 这个企业的人力员工的素质 师傅有助于提高 这个企业的创现能力 所以我们说 这个战略性业绩计量呢 这个基础或者奖励基础 往往是围绕一些战略性的事项 而不单单是某一年的业绩 这是关于战略性业绩计量的四个特征呢 建议同学们简单了解一下 下一个问题 是识别成功关键因素的意义 这个我们这就成第二章 第二章 我们讲到产业环境分析的时候呢 同学们还记得 我们讲了三种分析工具 一个就是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法 一个是波特的武力模型 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成功关键因素分析法 对吧 那么识别成功关键因素有什么意义呢 当时我们在第二章并没有讲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在第四章呢 进一步讨论 说识别成功关键因素有什么意义 讲了四点意义 这四点意义呢 我建议同学们也是一般性的了解 不重要 不重要 那么我们说 怎么去理解这个识别成功关键因素的意义呢 这个其实就讲到我们业绩衡量当中呢 另外一种方法叫关键业绩指标法 叫关键业绩指标法 这个关键业绩指标法 也习惯上把它表示为KPI KPI 就关键业绩指标 或者叫关键绩效指标 这也是一种长期业绩评价的方法 或者说也是一种战略性业绩计量的方法 那么我们 这个关键业绩指标法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基于成功关键因素分析法提出来的 我们说你有这个特定的产业当中获取成功的话 你必须要把握这些成功关键因素 那么你这一个特定的产业当中 又想获得成功 那前提条件 要把握哪些关键成功因素 或者叫成功关键因素呢 你识别出这些因素以后 进而我们说就设计一些关键业绩指标 所以这个关键业绩指标法 就是在识别成功关键因素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 战略性业绩计量方法 就是你怎么去设定关键业绩指标 这个关键业绩指标的选择 就是基于一个产业的成功关键因素 下面看第一条 所以识别成功关键因素的过程 可以提醒公司的管理层 关注那些需要控制的事项 并写示出自由的事项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识别一个产业的成功 关键因素的过程本身呢 我们说可以提醒管理层或者决策层 应该关注哪些需要控制的事项 哪些呢又是属于次有的事项 也就是分清楚的主次来 分清楚主次 所以我们的第一条意义 就是在识别成功关键因素过程当中呢 可以提醒管理层 抓主要矛盾 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分切出主次 哪些主哪些次 这样的话我们的主要的 那就是我们将来呢 要设定了关键因素指标的时候 就关注设定的时候就要关注那些主要 需要控制的事项 第二 传统的预刷控制 可能使报告的长报 与标准长报的存费差异 而成功关键因素 能够转化为二种相同方式 定期报告的关键线业绩指标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传统的预刷控制 就经营过程当中 逼预刷的预刷控制 我们要考虑什么 我们要考虑 考虑你这个预算长报和你标准长报 或者是你这个预算长报 和你实际长报之间 从这什么差异 从这什么差异 那么我们说 这个预算控制过程当中 有多种方法 后边我们会讲到预算别的方法 有零期预算法 有增量预算法 其实还有什么定期预算法 过多预算法 固定预算法 台阶预算法等等 那么不同的预算别的方法 形成一个不同的结果 就在你这个报告的长报和标准长报之间差异 基于预算别的方法 不通也不一样 而我们这里所讲的成功关键因素 怎么样呢 在识别成功关键因素基础上 我们是建立了关键业绩指标评价法 它是按照什么相同的方式 定期报告关键性业绩指标的变化情况 大家说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就到头一讲到关键因素直标法 这是我们学会计的时候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管理会计范畴 管理会计 大家知道会计有两大分支 一个叫财务会计 我们说财务会计也叫外部会计 也叫对外会计 也就财务会计的职能 主要是通过对外提过财务报表 让这个企业利益下关者 去了解我的企业的财务状况 这样的成果和现金流大情况 而我们说管理会计怎么样 管理会计操作就对内会计 也操作就内部会计 也就管理会计指标是干什么 我们说提过的会计信息 着实服务于企业内部不同的管理层和决策层 只要我们是有助于提高决策的效率 决策的质量就OK了 所以我们在管理会计当中 我们说站在技巧评价角度来讲 你通过关键一级指标的话 你比如说我这个企业 这对我所在行业的成果关键因素 比如说我设置了八个关键一级指标 八个指标 那么我们相当于在内部的管理会计报告当中 我就是定期的 比如说也是按月或者按季度 以下头的方式 那就是以下头的计算方式 我定期的要报告什么 报告这八个关键一级指标的信息 所以我要保持什么 保持一贯性 一贯性 就是说我定期的呢 都是按照相同的一种报线方式 我体现这八个关键一级指标里有关信息 也就方式是固定的 期间是固定的 是按照一套模式内提供的 服务于其内部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传统的预算控制方法呢 我们说可能会受到预算编制方法的影响 预算编制方法 刚才给大家 编制方式 我们说有六种方式 那么不同的编制方式呢 体现你预算当中 所反映的实际长榜和标准长榜 或者实际长榜和预算长榜之间的差异 可能我们说有编制方法的变化而不同 但是关键一级指标法 受不受的也下不受的 而关键一级指标法 就是建立在识别成功关键因素基础上的 第三 成功关键因素能够保证管理层 定期的收到有关于企业的一些关键的信息 以指导企业信息系统的发展 因为刚才讲了 这个成功关键因素呢 基础上建立关键一级指标法 我们说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层 定期的会收到管理会计报告 我讲了管理会计报告 是个内部会计报告 有关于这些关键信息 什么信息呢 关键的八个业绩指标的信息 那么你这个企业提供给管理层的 这些关键一级指标信息 以什么方式提供的呢 我们说往往不是以书面的方式提供的 往往是通过信息系统来提供的 这就是设置到企业信息系统 我们说二周层次内划分的话 分为什么 分为业务处理系统 管理控制系统 还有呢决策支持系统 机层的就业务处理系统 中层的管理层的就管理信息系统 然后高层呢就建立信息系统 或者就决策支持系统 所以我们说既然你提供给这个管理层的 这个关键一级指标信息是通过信息系统来提供的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回过头来 有助于促进和指导企业 这个信息系统的发展和完善 第四 他们能够呢 用于将组织的业绩 进行内部对比 或者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 这是一样的 和我们财务会计报告是一样的 是吧 你毕业制的财务会计报告 比如说四张主表加上辅助 你对位提供了 那么我们说你对位提供的财务报告 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呢 和一个集团内部的其他的成员单位做比较 也可以呢 与外部的竞争对手做比较 同华业竞争者做比较 那么这里我们说这个管理会计报告 所提供关键一级指标呢 你想一想 当然我们说可以在一个集团内部呢 做一个比较 当然如果建筑对手呢 这个关键一级指标信息 你能够知晓的话 也可以和建筑对手做比较 所以我们说从这一点上来讲 和我们对位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 到底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说管理会计报告 主要是服务于前内部 一般是不对位的 所以又想与建筑对手做比较的话 前提条件你必须要知晓 建筑对手的一些关键业绩指标 这是关于识别成功关键因素的意义 是四条意义不重要 但是要简单看一下 第二问题 企业坚营业绩的衡量 刚才我们讲的是战略线业绩衡量 这里又讲的是什么 坚营业绩的衡量 那么大家说这个战略线业绩衡量 和建筑业绩衡量 那是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我们说战略线业绩衡量 是策作于什么 长期的 可能涉及到三年五年 可能十年八年 策作于长期 而建筑业绩衡量 是策作于短期的 比如说月度的 季度的 半年度的 年度的 这就是建筑业绩衡量 大家想 虽然我们在战略管理当中 我们策重于 是关注战略线业绩衡量 但是你想一想 想一想 我们说战略线业绩衡量 虽然强调长期性 但是我们说 随着司机的推移呢 你也必须要设定 一个阶段线的一个目标 你比如说 我自定我的战略目标 自定三年或者五年的 你不能说 等到三年五年过后 然后回过头的这些业绩评价 这有可能就晚了 因为这战略推进过程当中呢 我们说既要考察 长期的这个战略性业绩指标 同时我们说 对于这些阶段性的 短期的业绩呢 我们说也有衡量 比如说像刚才所讲的 月度的季度的半年度的 年度力也有衡量 以便于我们说 一旦发现你这些阶段性的 短期的经验业绩 如果出现偏差的话 我们随时就有这些校正 你不要等到三年五年以后 再回过头来发现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没有一个修正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说 虽然讲的是战略性业绩 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关注 短期的经验业绩 业绩的衡量 这里有句话 大家看一下就要看了 就是企业经验业绩的衡量 就短期业绩的衡量 可能基于财务信息 也可能基于一些非财务信息 这句话要注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企业经验业绩衡量 可能是基于财务信息 进行的定量化评价 也可能是基于管理信息 就非财务信息 可能属于管理信息方面的 什么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 所以业绩衡量呢 我们通常在实际工作当中 应该是把基于财务信息的 定量评价和基于管理信息的 定性评价 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句话呢 就是说业绩计量可能基于财务信息 也可能是基于非财务信息 两个方面都有结构的 第二个口底 是关于是关于战略控制的方法 那么战略控制的方法多种多样 那么我们教材当中讲到 战略控制的方法呢 他着实讲了四种方法 四种方法 那么我们说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要求大家重点是掌握第一种和第三种 第一种和第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所讲的预算控制 第三种就是我们将来又讲的 平和积分卡 这两种控制方法 要求大家做一个重点 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 经常为了这两种控制方法 会涉及到有关的选择体 选择体 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种方法 预算控制 在预算控制当中 首先讲到预算的类型 这个我们在学习财务财务管理的时候 我们又讲到预算的类型 类型 比如涉及到账量预算 对于领域预算 固定预算 对于台形预算 定期预算 对于股东预算 所以我们说在财务承保管理当中 讲到预算类型的讲六种 那么在我们公司战略 分析管理这门课程当中 预算类型我们自家两种 自家两种 一个是增量预算 一个是叫领域预算 那么关于这两种预算 要求大家在掌握他们的海域 有缺点的基础上 注意选择题 注意选择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增量预算 什么是领域预算 首先我们看 什么是增量预算呢 注意是重在理解 简单来讲 我们说所谓的责量预算 就是基于 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呢 相对来讲是稳定的 稳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每一次 逼预算的时候呢 就可以以 以前期间 比如说上一期的 预算数或者上一期的 实际数为基础 来编制了 就是前提条件是 大家前所从内外部环境 相对来讲是稳定的 那么 每次编预算的时候 怎么编呢 就可以以上一期的预算数 或者上一期的实际数为基础 考虑到本期的可能发生的变化 在这些数据基础上 这些微调 就调整或者调节以后 就编制出本期预算 那么这种预算 编制的方法 就叫增量预算 所以增量预算 把编制的前提 必须是强调 起来说出内外部环境 怎么样 变化不大 变化不大 那么也就是 本期预算和上期预算 或者本期预算和上期实际 是具有什么 具有可比性 所以我就可以 在上一期的预算数 或者上一期实际数 结合本期可能发生的变化 在他们基础上 调整或者调节以后 就编制出本期预算 这就叫增量预算 那么另外一座预算 叫什么 叫零期预算 我们说所谓的零期预算 就是指 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 变化比较大 就其所处内外部环境 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就意味着本期预算 和上一期预算 或者本期预算 和上一期实际呢 已经不再具有可比性了 所以我们每一次 逼预算的时候怎么样 一切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 也就是说 基于企业 现在和未来的环境 我们重新确定预算项目 重新确定预算金额 这就叫零期预算 就一切从零开始 似同于过去 从来没变过预算一样 也就是说 本期预算 受不受前期预算 或者是上一期实际的影响 不受的 不考虑 不受他们影响 这就叫零期预算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两座预算的优点 这个同学们注意了 关于增量预算 和零期预算 优点也好 确定也好 我刚才跟大家讲 是注意选择题 只有理解就OK了 你不要背 切记使用背 不需要背 因为这个问题 不会口主观题 就是不会口解答题 也不会口综合题 你只有理解了 能够正确选择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 增量预算有哪些优点 一 预算是稳定的 变化是雄须借鉴的 好不好理解 我们是很好理解 根据增量预算的定义 刚才给大家解释了 我们是增量预算 主要是基于 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 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是吧 所以我们在上一期预算 和上一期实际基础上 就可以确定 本期的预算净了 所以我们说预算是 处置一个稳定的环境 状态下 即使有变化的话 这个变化也是怎么样 雄须借鉴近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 上一期预算 或者上一期实际基础上 结果调整以后 确定出本期的预算净了 二 经理能够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 接应他们的部门 各级经理 就接应者 能够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 接应他们的部门 这个也很好理解 关键是还是稳定 因为我们说 增量预算强调 内部也好 外部也好 这个环境怎么样 相当来讲是稳定的 是静态的 是不变的 所以各级经理能够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上 去接应他们的部门 第三 系统相对容易操作和理解 容易操作和理解 因为我们说 在一个稳定的环境条件下 系统变不变 系统是不变的 每年变预算的时候 就是在上一期预算 或者上一期实际的基础上 做一些微调 有变化就调 没变化就不调 所以我们说 它不是说 雷回变雷变去的 这个变预算 这套系统体系 是相对固定的 所以我们说 操作起来容易 同时也变于理解 第三 遇到类似威胁的部门 能够避免冲突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 这辆预算 这种预算 别致的方法 对承包费用的控制来讲 相对来讲 比较什么 粗犯 粗犯 不是说追求精打细算 不是说这个很节约的 你想一想 那如果说 一个企业呢 这个预算总额 比如说预算总额就锁定了 比如说2021年预算总额多少 两千万 预算总额 控制这两千万以内 那么怎么样呢 我们说预算总额 要承车的分解 分解到各个部门 你这个部门多了 我这个部门有可能就会少了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同的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就业务部门之间 可能为了争夺的预算资源 我们说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 但是 在这两预算法基础上 会不会出现这种 部门之间的这种冲突呢 不会的 因为这种预算 跌制发生是比较粗发的 你比如说去年2020年 整个公司的费用预算总额是两千万 说2021年呢 考虑到企业销售增长了 一定程度上 我们说也有相应的增加预算总额 比如说预算总额呢 假设我们说增加到两千五百万 这个预算憋制的时候就比较粗发 比较宽松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不同部门之间 这种销户冲突大不大不大 都很宽松 你那个部门呢 去年预算额是一百万 今年预算额呢 变成一百二十万 另外一个部门 去年预算五十万 今年预算六十五万 大家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因为什么 因为增量预算呢 我们说是跌制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粗发的一种方式 是吧 重置的就是合理的 就比如说去年重置这样预算项目 去年重置这样预算进了 如果今年呢 没有大的变化的话 那么继续保持这样预算项目 继续保持这样预算进了 甚至某些情况下 我们说还会给你增加预算 所以呢 有这种预算别致方法的话 往往我们是可以避免 这个不同的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 这种冲突 是可以避免的 第五 容易实现协调预算 容易实现预算的协调 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道理和刚才第四条差不多 容易协调预算 不会说是这个各个部门预算 加起来以后 突破了走预算了 然后呢 要层层的 怎么样 这压缩 不从这个问题 所以呢 因为这种宽缩的 触发预算别致方式 所以呢 这不同部门之间 协调的时候呢 就容易 就比较容易 那么我们再看 灵机预算它的优点 灵机预算的优点 一 能够识别和去除不充分的 或者一些过时的行动 这个优点是个什么意思呢 很明显 很明显 我们说灵机预算的 编织理念和刚才所讲的 真量预算的理念呢 有所不同 刚才跟大家讲 真量预算的理念是什么 重置的就是合理的 重置就是合理 说上一期重置这样预算项目 重置这样预算金额 说本期呢 如果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我们说这个预算项目 又继续保留下来 是吧 还维持原有预算金额 这就体现 重置的就是合理的 而灵机预算 刚才跟大家讲了 不一样 灵机预算 我们说 一切怎么从零开始 需要重新确定 预算项目和预算金额 所以我们说 灵机预算的理念是什么 灵机预算的理念 就是合理的才有必要存在 就重新要界定一下 你这个预算项目 有没有必要保留 如果合理的话 那就重在 并且需要重新确定 它的预算金额 如果是这样一个预算项目 不合理 没有必要重在了 那我们就把它去除掉 所以我们说 灵机预算呢 每一次别的时候 重新确定预算项目 确定预算金额 自然能够识别 去除一些过时的 不充分的 或者不合适的行动 第二个 能够出现 各位有效的资源分配 能够各位有效的资源分配 为什么 这个实际上 我们在 别自领机预算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把 所有的费用项目 划分为什么 不可延缓项目 和可延缓项目 不可避免项目 和可避免项目 那么划分以后 我在编预算的时候呢 就按照灵机预算来 编的话 怎么样 我们说 在资源分配方面 我们优先 满足什么 那些不可避免项目 和不可延缓项目的 这个费用的要求 可延缓的 可避免的 可延缓的 能往后推迟 可避免的 那就把它去除掉 所以我们说 能够在企业内部 形成做什么 有效的资源分配 也就对资源的分配 有些次序 有个明确的一个原则 这样的话 我们的自然就提高了 什么 这个资源的配置的效率 第三 需要寡泛的参与 需要寡泛的参与 就是说我们在 联机预算的时候 我们说 上至最高的决策者 下至普通员工 都要参与到 这个预算的 编制当中来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即时广义 即时广义 发动全员参与到 这个预算编制 工程当中来 尽可能的 调度一切力量 去努力的 降低了企业的 偿保费 第四 能够应对环境的变化 这个很自然了 因为刚才我们 跟大家讲到了 是临机一算 是基于什么情况下 别的呢 我们说所处的外部 内外部环境 是动态多变 环境的经常来变化 是吧 所以呢 你就不能用 增量预算法 用什么 用灵机一算法 每次逼预算 一切从前 确定预算项目 确定预算金额 所以我们说 灵机一算法 当然就增强了 对环境变化的 这种适应能力 适应能力 第五 鼓励管理层 雄走替代方法 鼓励管理层 雄走替代方法 这个也很自然 因为我们说 灵机一算 是调度一切 可以调度力量 努力的怎么样 去价低你的 长保费 所以他鼓励管理层 雄走一些 替代方法 也就是哪些方法 替代以后呢 更有助于 价低长保费用 所以我们说 这种预算变成方法 有助于调度大伙 去价低长保费用 的这种 积极性 积极性 这是他的优点 价比我们看 这两种方法的缺点 比较 这个缺点呢 也是 建议大家有理解 一定要理解它 能够正确选择就OK了 下面我们 首先看增量预算 所以增量预算 变成方法 有什么缺点呢 他假设 这个企业的经业活动 以及工作的方式 都以相同的方式 会继续下去 什么意思 就算增量预算 当然它是基于什么 所以企业的经业活动也好 还是现有的工作方式 方法也好 都会按照 原有的那种方式 会继续下去 就现在也好 未来也好 相当是过去这些活动 和方式的一种延续 这不就等同于 等同于企业假设 这个假设企业的 内外部环境是不变的吗 所以我们说 这就贯彻刚才说 讲这个理念了 从这的就是合理 是不是 可是我们说在实际工作当中 你伴随在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你或多或少的 你这个企业活动也好 还是工作的方式也好 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和原有的这些活动 原有的方式 可能不完全一样了 可是我们说你别致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过去所讲的 从这里就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说 你保留那个预算项目 保留那个预算性 实际上就认为 这些活动也好 方式也好 和过去现有的活动 都是一样的 但实际工作当中 它可能或多或少发生变化 这是它的第一确定 第二 不能拥有启发新观点的动力 不能拥有启发新观点的动力 也就是说 这种增量预算法 它不利于什么 我们说不利于创新 不利于创新 这个也是和第一个差不多 因为我们说 这增量预算的 基于企业俗图内外部环境 是不变的 原封不动的 是现有的 或者过去 这种活动和发生 这种延续 所以呢 不鼓励什么 不鼓励创新 不鼓励创新 第三 没有较低长保的动力 这个很好理解 刚才说了 我们的别增量预算的时候 怎么样 这预算呢 粗发 预算的比较宽松 比较宽松 所以呢 各个部门之间呢 不从这一些 这个预算上的冲突 所以我们说不利于 从整个企业角度来讲 去调动 下属部门和员工的 价低长保费用的这种 积极性 第四 他鼓励的将预算全部用光 以便的来年 可以保持相同预算 这个我们有点实际工作 尖业的同学都知道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 你比如说我们所在的大学 我们说是一个什么 是个事业单位 少级呢 比如说2020年 给你玻璃预算 比如全年预算多少 给整个大学 玻璃预算 假设5000万的预算 那么等到 往往等到11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大学财务处 就通知各个学院 说你现在呢 给你这个学的预算呢 说今年的预算呢 到目前为止 还结余多少 还结余200万 说如果这200万 在今年12月15号之前 花不完的话 那明年有这个预算 人家就收回去了 没有丢的预算 就收回去了 明年可能就不给你 这款预算 所以我们说 这种增量预算 什么鼓励呢 你当年的预算呢 当年全部用过 那如果 没用完 那人家就收回去了 明年有没有这个预算 明年就没有这个预算了 去年给你的预算 你没用啊 所以我们说鼓励 什么鼓励呢 当年把预算全部用过 以便于来年 可以继续保持 一个相同的预算 这双白了 不就倒头 这个预算 有个什么缺点 容易造成预算的浪费 啊 浪费 第五 它可能过期 并且不再和 建议活动的城市 或者执行工作呢 类型有关了 就说你依然是参照 这个以前期间的预算 啊 和实际的预算的 可是企业现在的 建议活动也好 这个工作方式也好 已经和过去呢 有很大的不同了 但是我们说 这个建议活动 和工作方式 有很大变化了 这个按道理来讲 我们说 你现有的预算 和以前期间的预算 已经不就和比去了 但是依然你是 在以前期间预算 基础上考虑保持预算 所以我们说 这个预算怎么样 没有随着环境的变化 没有随着企业建议活动 工作方式变化 即使这是调整 过时了 那么联机预算的 确定是什么呢 第一 它是一个复杂的 耗费时间的过程 这个很好理解 是不是 因为领机预算 我们说每一次毕业的时候 一切从零开始 重新取 确定预算项目 确定预算金额 所以呢 我们说 花费的时间呢 比较长 预算毕业子的工作量 比较大 第二 它可能强调短期利益 而合适期的长期目标 刚才我们跟大家已经说过了 我们说在 逼零机预算的时候 要把所有的费用项目 划分成什么 可延缓 不可延缓 可避免 不可避免项目 我们在 费用安排方面 优先满足什么 我们说优先满足那些 不可延缓项目 有些项目可延缓 那就退后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那些 不可延缓项目 可能是基于企业短期利益 短期利益 可延缓项目呢 比如说有关于 研究开发方面的费用安排 比如说有关于企业 建议一些长期资产 购置方面的一些安排 这涉及到企业的 长期目标 是吧 固结资产投资 涉及到企业的什么 生产建议硬件 研发方面的 投入了涉及到企业的 这个创新能力 所以呢 我们说你基于 短期利益优先满足了 可能对于 有助于提升一些 长期竞争力的一些事项 你可能延缓了 所以我们说 他可能会强调短期利益 而有可能忽略起了 长期目标 第三 管理团队可能 缺乏必要的技能 必要的技能 你想一想 我们说你这个 幼龄计算法 别的话 这企业内部的各个 职能部门 有别的职能部门的预算 企业有关的 经营单位 也就业务单位 有别的业务单位的预算 可是我们说 这个在别预算过程当中呢 你这个管理团队 管理团队 我们说隔好 如隔山 可能针对某些预算 可能缺乏一些必要的技能 就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缺少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所以呢 你在有灵机预算 毕业的时候呢 我们说可能没有什么 可能 不像增量预算 有以前的参考 一切都需要重新确定 有可能管理团队 缺少这方面的专业技能 专门的技能 所以这样的话 在环境发生 动态多变的前提条件下 好多人的新问题 你可能解决不了 这是关于 灵机预算的缺点 下边我们请大家 为了这个考点 请大家看这点例题 说德加公司 2020年 实际的销售费用 是六千五百万 占营业收入 百分之二十 销售费用 占营业收入 比例是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说 你这个销售费用 除以营业收入 他俩的比例 是多少百分之二十 该公司预计 预计 2020年 营业收入呢 增加三千万 于是 就讲 2021年的销售费用预算 确定为七千一百万 这个七千一百万 是怎么确定出来的呢 就是在2020年 你实际销售费用 六千五百万的基础上 加上呢 2021年 由于营业收入增加 所带来的销售费用增加 就在上一年的 实际数基础上 加上本年由于收入增加 所带来的销售费用增加 因为你的销售费用 在营业收入比例 多少百分之二十 就是销售收入除以营业收入 他俩的比值 固定的比例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固定不变的常数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就意味着 分子上面的销售收入 和封面下面的营业收入 他俩应该是同比例增加的 也就是说 营业收入增加三千万 营业收入增加三千万 那么二兆百分之二十 三千万乘以百分之二十 这不就等同于是增加的 相应的销售收入吗 来销售费用吗 所以在营业实际数 加上本年增加额 就六千五百万 再加上六百万 这样就确定出 本年的修收费用预算数是 七千一百万 所以德加公司 才有预算跌制方法的优点有 那么你根据刚刚这里描述 那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德加公司 编的修收费用预算的时候 它是按照零期预算法 还是按照增量预算法 当然是增量预算法 增量预算法 它是在上一期的实际 实际费用的基础上 根据本期可能的变化 结果调整以后 确定出了本期的 修收费用预算数 所以我们说 一看预算跌制方法 它就是属于增量预算法 那么增量预算法 有什么优点呢 A 能够出现 各位有效的资源分配 对不对啊 不对 能够出现 各位有效的资源分配 我们说这是属于 零期预算法的优点 B 系统相对容易操作和理解 你看一看 刚才的预算 确定出了7100万 这个预算 别自方法 别自系统 容易不容易理解 容易理解 容易理解 既然销售费用 在预言收入20% 那预言收入增加3000万 那销售费用增加多少 那么就3000万 成了20% 那在萨利时技术基础上 再加上了增加数 这不就是本期的 销售费用预算数吗 你说它容易不容易理解 容易理解 系统相对容易操作和理解 这是质量预算法的 优点 是容易实现协调预算 容易实现预算的协调 对不对 对的 第一 能够应对环境的变化 也就对环境的变化 这种适应能力提高了 对吗 我们说不对 不对的 能够应对环境的变化 这是属于零基预算法的用途 所以这个题 正确的选项 就应当是B和C 下一个题 甲公司是国内一家 大型农业生产资料集团 今年来 致力于推进横向一体化战略 和纵向一体化战略 以保持国内的规模优势 保持国内的规模优势 这个主要我们说通过什么 通过横向一体化 能够给它带来规模优势 规模经济优势 甲公司对其各个子公司 实际预算管理 并且通常使用 通常使用 这辆预算方式进行战略控制 子公司 预算的需要 经甲公司预算管理委员会 批作或执行 2019年9月 甲公司在化肥市场呢 第一米的时候收购了一家企业 就收购了这个已化肥厂 收购以后 甲公司呢 更换了已化肥厂的 总监力和财务总监 并要求已化肥厂 根据未来需求 来别致预算 2019年11月 甲公司启动了 2020年度预算的 别省工作 已化肥厂 2020年 预算别致内下的缺点有 那么大家看一下 就说这个甲公司啊 通常情况下 有什么发法别预算 有增量预算别的 那么2019年9月份的时候呢 他收购了一家已化肥厂 收购以后呢 我们说甲公司更换了 已化肥厂的 主要的管理层人员 更换了总监力和财务总监 也就是更换了 主要的管理层 并要求已化肥厂 根据什么 未来需求 别致预算 而不是立足于他过去 是基于未来需求来 别预算 那么很明显 我们说 你这个已化肥厂 在编制2020年预算的时候呢 你这个2019年18年 前期的那些预算也好 实际也好 和我们立足于未来的2020年 具有不具有什么可比 不具有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你被收购以后呢 我们说你化肥厂 内部条件发生变化了 就内部条件发生变化了 因为你管理层更换了 而且是有立足于未来需求来 别预算 所以呢 算命前期预算不就任何可比性 因此你别预算的话 应该成有什么预算方法 应该成有 灵机预算法 所以下边这个题目的是 这个灵机预算法的缺点 有什么缺点 灵机预算法有什么缺点 A 不能拥有启发新观点的动力 我们说 不能拥有启发新观点的动力 这是增量预算法的确定 增量预算法的确定 不属于灵机预算法的确定 B 它可能强调短期利益 而不是长期领标 对不对 我们说这是对的 这是灵机预算法的确定 C 管理团队可能缺乏必要的技能 管理团队可能缺乏了 必要之灵机预算 所需要的必要的技能 对不对 对的 第一 没有价低长保的动力 对不对 不对 没有价低长保的动力 这是属于 遮量预算法的确定 所以这个题 正确的选项 基因它是选择B和C 会访者 也有点蜡